才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狗跑 每年的这个时候 总会有几场突如其来的大暴雨 把原本畅通无阻的城市道路 变成汪洋大海 在一些地势比较低的地方 积水的深度甚至都可以 没过一些车的车顶 和那些撑着皮滑挺 玩得不依乐乎的人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一些积水不算特别深的地方 还有一些开车上班的人 望着前面骑膝的积水 吃出不前 燃油车在涉水的时候 难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一旦积水超过发动机的进气口 就会把汽车憋熄火 如果积水进入到发动机中 还有可能导致发动机爆炸 而新能源汽车的司机 大概会下意识地担心 导电的雨水会引发汽车漏电 但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新能源汽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怕水 一般来说 新能源汽车的涉水能力 要优于燃油汽车 这是因为新能源汽车没有内燃机 不会被雨水憋熄火 它的电池和电机 可以在积水中持续输出动力 而在背后支持着这一切的 首先是新能源汽车一级磅的防水能力 比如广汽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防护等级 就达到了目前业界最高的IP67级 这意味着 汽车的电力部分可以浸没在一米深的水中 半个小时不出问题 早在开发阶段 广汽的工程师就对汽车电池 进行了多种严苛的安全测试 还曾经多次开着GE3 在30厘米深的积水中 连续行驶了30分钟无故障 除了车辆本身的优秀防水性能以外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管理系统 还会为汽车的涉水安全加上一道双保险 比如广汽新能源汽车会以每秒4000次的停域 采集电池的电流信息 并实时监控车辆的绝缘组织 如果电池真的出现了漏电的情况 系统也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干预 确保车辆和车内人员的安全 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算新能源汽车的涉水性能再怎么好 也不能肆无忌惮地把车当船开 毕竟它的车身结构还是和传统汽车一样的 即使不漏电 车厢也是可能借水的